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小宇 今天开始我们要重点关注暴雨在海 6月13号14时 国家防总启动防讯4级应急响应 这是今年入讯以来 国家防总首次启动的防讯应急响应 其实早在今年2月 国家防讯抗旱总指挥部就发出通知 要高度警惕今年厄尔尼诺 可能带来的流域性洪涝灾害 此后国家防总又多次发出警示指出 今年我国入讯早讯情及防讯抗旱形势 异常严峻 要求各地做好防讯工作 眼下我国南方地区正在经历 新一轮强降水过程 湘江 干江 西江等江河可能发生超紧洪水 更让人对强降与可能造成的灾情被加关注 那么面对这样的防讯形势 我们究竟该如何编织防灾安全网 在强降与频繁的讯期安全度讯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去广东信仪看看 5月31号 记者来到了广东地区受暴雨袭击最严重的信仪式 车子行进到连接广西和广东的省道 370线西江桥路段时被迫停车 在这里记者看到 西江桥已经被红手冲断 只剩下一半的桥体孤零零地处理着 西江桥两岸居住的老百姓 只能在西江桥下游卷起铺腿 趟着湍急的河水到达桥的东西 可以先按原来的高度 不要再调谷了 它的支点不受力 是这个意思 一定是支点的受力 在抢修现场 公路局的工作人员 正在用钢体搭建临时的便桥 他们已经在这里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 必正在最短的时间内搭建起一座便桥 方便群众出行 这是我们省道370的西江中桥 中桥 这什么时候断的 28号凌晨1点38分 这有洪水中断 交通中断 这些条线路比较繁忙 因为是有三个乡镇在这边 还是通常夸道 我们现在24小时不间断的施工 这个桥断了会影响多少人的出行 有几万人这两 三个乡镇 十万左右了 5月20号和5月27号 信仪市连续遭受强暴的袭击 根据气象部门计 5月20号这一天 信仪市六小时雨量达到429.5毫米 超过200亿余 也是自195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当地的最大降手 短短几个小时 信仪市区变成一片汪洋 城区东西交通一堵中断 汹涌的河水 漫上城区街道冲向商户的工房 来不及转移的货物被浸泡着面围全废 信仪市第二中学的运动场围墙 被红火轰毁 墙砖混杂着泥土 瞬间倾泻而下 在信仪市中医院 消防官兵拉着绳索背着老人 紧急解救被护群中 在此次历史罕见的极端暴雨中 八个乡镇受灾严重 数万亩粮田被咽 数座桥梁被冲断 山体划破 部分镇村交通几近瘫痪 电力水利电竞等基础设施损苦严重 而就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锦罗密谷的进行时 5月27号 信仪市又再次遭受了强暴雨袭击 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厚多人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我们信仪在广东三代山脉 之一的盐开山脉 我们市面晚上 所以里面造成红楼 比较突出 记者在信仪市三房办了解到 在这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八个乡镇中 北戒镇受灾情况最为严重 5月31号 记者赶往北戒镇 一路上看到了很多山体滑坡的痕迹 多处凉田 被山上倾泻下来的泥石流所掩盖 一些公路仍然还在抢求中 我们估计统算了一下将进一千处 这个造成道路的着塞 我们利用三天时间就把通村委会的主干道全部抢通 但既然村的我们还有很多 现在我们也正在组织足够的勾击机械来抢通这个既然村的道路 确保这个生命 我们把这个叫做生命通道 把它最快的时间抢通 确保群众的出行 连续两次的墙降雨 让北戒镇山体滑坡近一千处 道路损毁一百四十二条 四百九十八处堤坝全部冲毁 一万五千五粮田被浸泡 两千二百五十亩土地全部绝收 很多农户损失惨重 家园被毁 水稻绝收 家住在罗汉村的李子文就是其中之一 当记者来到他家的时候 李子文和妻子正在清理屋里的淤泥 5月20号那个上体滑坡冲上来了 这个房间很危险 住也不管在这里住 把那个墙稿快冲掉了 泥巴都流进来 这边这个房间你要看看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房间也是全部都是 两个墙都歪掉了 几天十多天还是搞不完 记者看到 在李子文的家里 山体滑坡的泥石流 直接将一楼的两个房间的墙推倒 屋里的家具被泥石流掩盖 两个房间从地面到屋顶 全部塞满了树根和淤泥 夫妻俩一连十天都还没有清理完 这是楼房间也是我们的厨房 全部垮掉了 后面呢都那个一层多高了 那个女拜买的一层多高 李子文带着记者绕到屋后 记者看到 新房一山而建 山体滑坡造成的泥石流直接冲进了一楼 现在李子文带着记者所站的地方 其实已经是位于二楼的位置 这是从沙流 上顶上面滑沙楼的泥巴 全部堆住在二楼的关上了 从这里上去就是一楼 上面这个外地是二楼 后面就是三楼这样 李子文的这个新家是两年前盖起来的 二楼和三楼才刚刚装修好 本来打算今年给儿子结婚用 现在也都泡了汤 因为一楼上面那个墙全部垮掉了 就这样 有一个房间可能刹钱一点了 所以现在也不敢在这里住了 现在不敢住 到时候给儿子就得分了 现在搞得这样了 今年五十岁的李子文 平时除了农忙季节 就靠外出打点散工攒钱 为了修建这种新房 夫妻俩用了整整三年时间 花费了三十多万 花光了他们半辈子的积蓄 一下就切不了那么多 就是没切一切 就是一中一年切回来 这一年就搞一点火 他出去打钞 就是每一年都是靠他自己嘛 而除了受损的新房 李子文家的两亩多水稻和十五棵果树 也被山体滑坡的泥石流冲毁 从下面那个山顶上滑坡冲上了 这个泥巴 全部冲着农田那里 那果树啊 什么都冲掉那个 冲着农田 这一大片被毁的水稻田 有六亩多地 都是李子文三兄弟的 其中李子文家的有两亩多 现在只剩下旁边不到两分地的水稻 本来已经耕种了两个多月 马上就要收获了 可现在这片被掩盖的土地 只能是颗粒无收 肯定绝收了 那水稻光刚刚出出来 全部崴掉了 全部崴掉了 眼下如何清理这片水稻田 李子文还在犯愁 这些绝收的土地 不仅让春耕白忙活 就连晚季到 甚至是明年的两季稻谷 能不能再耕种 都是个问题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插秧的稻田 变成了现在的一片狼藉 李子文和妻子的心里 有说不出的心疼 烧锅也是用员工烧锅的 也是辛苦 插秧也是员工 什么都没有 现在李子文夫妻俩 暂时居住在政府发放的救灾帐篷里 你好你好 我没有你的水的房子 那是我的房子 今天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查看李子文家房屋的损坏程度 以便确定如何赔偿 这也是乡政府为村民购买的基本保险 工作人员仔细地查看和测量这方损坏的程度和面积 李子文夫妻俩紧张地在一旁介绍着情况 自己辛苦大半辈子才盖起来的这栋房子 他们希望能够多争取一些赔偿 查看完毕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按照标准 开始核算着应该赔付的金额 妻子应要勤在一旁小心翼翼地等待着核算的结果 根据保险公司的规定 赔偿是按照墙面是否倒塌门窗的损坏程度进行赔付 而至于一楼的损坏程度在安全上 未来能不能承受三层楼的承重并不在赔付的范围之内 是否属于微房还需要进一步的认定 而且政府为村民房屋倒塌购买的保险是基本险 最高赔付也就两万元 因此这次李子文家能够得到的赔付只能是7832.8元 除了房子 当地政府也在主要农作物方面为村民购买了保险 李子文夫妻俩希望尽可能多地争取一些水稻保险赔付 水稻最高赔付标准是成熟期每亩400元 但因为李子文家的水稻在受灾时刚刚出算 还没有到成熟期 所以只能按照每亩28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 这还远远不够种一亩地的成本 股种要150块种子 肥料肯定要300 还有农业 农业要几十块钱 农业肯定要500块钱 政府给村民购买的农业保险 作为一种政策性保险 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提供的是直接物化成本保险 赔付金额有限 这和李子文夫妻俩的期待值显然有出入 未来新家还能不能继续居住 修建房屋的钱从哪来 决收的稻田该怎么办 李子文夫妻俩打算另想办法 而在北界镇 像李子文家这样决收的水稻面积有1500亩 在走访的路上记者也发现 老乡们尽管还沉浸在悲痛中 但是他们已经行动起来 开始了生产自救 请问您这是哪个村啊 我们是梁栋村 黄耀海告诉记者 在这次洪涝灾害中 梁栋村也是北界镇 受灾严重的行政村之一 很多水渠也被泥石流堵塞 眼下正是水稻抽碎的时间 如果不将水渠及时熟通灌溉 村里剩下的150亩水田 也将会面临绝收 这片已经看不出是水稻田的土地 就是村民李凤秋家的一部分稻田 现在已经被泥石流所淹没全部绝收 只剩下这一棵羊苗孤零零的处理着 当时就是抽好这些地了 就一颗颗羊把它插下去 腰酸被缠了 现在看见了没有了 全部在里底下面了 收得很心疼 就这样没有收成了 我们全家就告终地 看到自家的土地变成现在的样子 李凤秋难免触景深情 沿着水渠往前走 记者看到 这一段的水渠在中间已经中断 我们天天都来抢收 等着用水 那里有好多的泥巴 水塞掉了 这下面全部是 全部这一大房 就是那边也是 就是在这个渠道用的水流过去的 在山下 李凤秋还有三亩多的水稻没有收在 眼下正值水稻大量出碎的时候 可现在这片水稻田里出碎的却寥寥无几 这个长了那些都出不来了 没有水都出不来了 都开垒了 开好大条垒了 收子这么大条垒了 天天都来看 没有水怎么救得活它 为了能让没有受灾的水稻 及时的长出饱满的稻穗 李凤秋和梁栋村的村民们 每天都在争分夺秒的自发来抢修这些 被泥石流堵塞和损坏的水区 这也是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在记者在北戒镇采访期间 西江桥的便桥终于搭建成功了 因为地处北戒镇境内 公路部门的工作人员 赶来和北戒镇当委书记彭生辉交接工作 因为现在架起的这座钢购桥 只是临时通车的便桥 为了承重安全考虑 目前只能让摩托车小车 小心克制通过 眼下另一队抢修人员 还正在修建新桥 计划在9月1号正式通车 再过一刻钟 这座便桥就可以通车了 西江桥在中断了将近半个月之后 终于可以再次通车 两岸的百姓们在一旁激动地等待着 纷纷纷拿出了手机打算记录下这一时刻 梁斌还在为这最后一刻紧张地忙碌着 我们终于经过五天的抢修 终于在今天6月2号的6点48分抢通 高兴吗 高兴拿出了很高兴 特别是老百姓 不用泄水过河了 马上两分钟就能够过桥了 就在警车试车完毕之后 便桥正式通车 看着桥上撤来撤往的人群 忙活了半个月的良宾 眼上终于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刚才的节目我们看到 在两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中 新一世的北戒镇损失惨重 面对被洪水肆虐的家园 北戒镇干部群中正在争分夺秒的 开展生产自救重建家园 但是根据三房部门的通知 6月4号到6号 新一世还将再次发生强降以过程 北戒镇政府一方面恢复重建 一方面又马上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经历过两次暴雨袭击的北戒镇 又将会做哪些准备工作 这次他们能否经受得起暴雨的考验 先直到我们三房相关的单位 和我们班级成员 现在在召开一个紧急的一个会议 做一个工作的安排部署 六份小组就由周崇辉党委负责 在北戒镇乡政府三房指挥部的办公室里 一场三房部署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全镇33个行政村按片区划分 落实闹专人负责 针对高窃坡的和低洼的 一个做好登记排查 第二个对我们520527所发生转移的群众 要做好登记 做好预案 记者注意到 这次会议除了常规部署之外 主要是总结了520和527 两次洪漏灾害的经验和教训 做好接下来训期突发事件的各项预案 负责交通公安水利 卫生等各项工作的负责人 提出了很多突发状况 大家讨论着如何制定预案 及时处理 520到527 这段时间下雨的 已经三体已经出一个把坡了 如果再下大雨 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经受不起 经受不起再折腾 所以说今天我们开这个会 要把我们的 要把我们的要做的工作 提前去部署去复制 散会后 彭生辉马上来到这里的长望洞河堤 看看目前抢修的进度 前面就是长望洞的现场 这个521 520 这个雨水啊 大雨水冲击的 就这一块特别严重 记者看到 虽然暴雨已过 但长望洞桥 仍然是满目疮痍 长望洞桥是连接 长望洞村和城镇的主要通道 从1984年修建开始 虽然经过两次加固 可在这次特大强降雨自然灾害中 仍然被拦掉冲断 强大的洪水 致使河道改道 脱没了原来河堤旁的大片凉田 紧连桥头的两家村民的三层小楼 被冲回倒塌 按照这个进度还要多久 才能把这个堵上 4号到6号 可能有一场大暴雨会来 我们必须把这个工厂 工厂在这段时间前完成 这个行不行 最行 中天早上 什么都要完成 把这个全部完成 从长望洞桥5月20号被冲断之后 新仪式水务局的工程师何章森 就一直在这里负责抢险修复工作 从早上7点到凌晨1点 每天工作将近17个小时 已经连续工作了13天 这几天 新仪式的气温都在35度左右 北界镇政府食堂 为抢修人员送来了午饭 大家就在烈日暴晒下 凑合着巴了几口 您这吃饭就蹲这吃啊 都是这样啊 我工具的条件都这样 没有个专门吃饭的地方 这么大太阳 就是在这里没办法 我们的衣服都是实际上要尴尬的 就是基本上两天我们的衣服都没化 在长望洞桥的抢修工作中 何章森主要负责技术 而雷宇宏则负责调度机械和协调 处理工程遇到的困难 每天忙着焦头烂额 午饭还没吃完 施工人员就又碰上了一个难题 还没顾得上喝一口水的雷宇宏 马上跟着书记彭生辉过去解决 原来挖钩机取土的位置和电信的一条很重要的通讯线路紧挨着 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碰触到这根线路 一旦中断将会影响到好几个乡镇的通讯信号 彭生辉在一旁显得有些着急 你看我们要想办法的要挪一挪这个线杆 这个需要技术的这个填土方 要在这个超级前就要把它填起来 要确保长王洞群众的安全 你现在立马把这个情况向事举反应 请专杂过来 为了敢抢修进度 在势力技术专家到来之前 大家先商量出了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 就先把这个先往外面那个取坡 那个土先去土 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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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要碰到那个线杆 从不做工 对对对 也是这个意思 会不会影响这个我们进度 这暂时还没有影响到 问题终于暂时解决 技术专家也正在赶往唐旺东县土的路 彭生辉和雷宇红都暂时松了一口 而且计划呢 我们明天的这个工作量 工作任务还是比较重 对啊 对比较重 我看还是要多掉一台运泥帮的这个汽车了 明天也掉掉 今天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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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十点半 何章森和雷宇红还在紧张的忙碌着 从早上到现在 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3个小时 为了赶工期 他们商量着明天再掉一台大车进来 以便能以更快的速度将缺口填平 离四号的训期 还有一天半的时间 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的和老天 进行一场时间的赛跑 六月四号一大早 北界镇的所有乡镇村干部 就提前挨家挨户的通知群众 注意转移 六月四号上午十点 天空开始乌云密度 树翼被大风吹得沙沙作响 一场暴雨即将来临 11点半钟有大雨 请大家注意转移 11点半钟落大雨 请大家转移 11点半钟有落大雨 上十点半暴雨如气而至 依山而建的村民们 迅速转移到附近安全的亲切银居家中 在北界镇政府的三房指挥办公室里 负责坐证实惠的镇长 李飞正在忙碌地打着电话 李飞的电话 一个接着一个 还同时交代身边的人各种注意事项 党委书记彭生辉 从外面查看了一圈 刚刚回到乡镇 刚刚从外面回来的彭生辉 马上开始打电话 询问各村目前的情况 此时办公室的电压已经有些部门 灯光一闪一闪 有个别村现在停电 但正好那个现在还没有接收到 那个三十滑坡的指线 现在这里一个处于一个高度戒备的状态 我们一 我们政干部 我们村干部 机关干部已经到村了 一旦某一处出现一个险形 我们的三房指挥 接到指令 立马就将附近的政干部 我们机关干部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去抢救 经过520527之后 我们现在虽然紧张 但工作比原来更有趣了 6月4号的这场暴露 虽然已量大 但又以持续的时间较短 再加上各项工作提前部署 北界镇终于平稳度过了这一轮强降雨 但记者在信仪市三房指挥办公室了解到 进入2016年以来 从1月截止到5月份 几乎每个月的降雨量 都比往年明显增加 根据现在的厚尔尼诺 以及全球天气变冷 可能还有墙光雨的发生 中国梦告诉记者 受超强厚尔尼诺的影响 今年以来 广东省气候明显异常 呈现出降水显著偏多 开讯异常偏早 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三大特点 根据这个情况 经历过200年一遇大雨的信仪市 在这个汛期更是不敢懈怠 想尽一切措施和方法争取防患于未然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气候监测室预测 开始于2014年9月的厄尔尼诺事件 已经成为195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 强度最大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受此影响2016年我国气象年景总体差 长江流域汛期发生大洪水的可能性较大 这一判断为我们进一步敲响了 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警钟 目前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了汛期 防汛工作也同步进入了实战状态 面对持续不断的强降雨和异常严峻的汛期形势 可以说付出多大的防汛努力都不为过 宁可备而无训不能迅而无备 包括加固工程排查隐患 备族物资汛汛期职守等等 只有不断加大防洪防灾力度 多管齐下全面铸牢汛期的安全防线 才能在接下来的风雨考验中 让每个人和每座城市平安度过 好了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